他早上說海底隧道5元收5元的話 船都是三個多、四個多不記得了 年代好像兩樣都有 是的 維持了一段時間 舊時沒有海底隧道 駕車要過海 就是靠導輪運車過去的 那到底是怎樣的呢? 讓我們帶你看看吧 汽車導輪1933年開始 不過隨著海底隧道陸續落成 所以在98年正式停航 為慶祝汽車導輪服務 誕生83年 我們有幸登上這艘導輪 其實這艘船有22個車位 拍完就是這樣 今天還未滿了 不過已經有很多車在這裡 還有現在開始有點凹凹的 走樓梯的時候也會有點凹凹的 因為在船上 所以為免的車會跌落海 排在最後的車 都會有塊木塞著車輪 不知道老一輩的Wireman 有沒有印象呢? 以前很簡單的 只有兩場 搭船 很後期才有第三層出來 他們叫夜總會 所以很遲也有鋒 以前一上船到下船 只有15至20分鐘左右 一上船就要拍好位 拍好位來 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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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選擇多了 沒有好吃的 選擇多了 不僅是食物 交通工具也多了 Uber GoGoWang 隨著手機apps 應運而生 加上一個月 大米溫五萬元左右 但你還沒計算成本 是 加上有錢 其實是多了兩三萬元 這樣賺也不少 不知道如果當年有Uber 兩位的士司機 又會否考慮駕駕駛呢 可以考慮 這個是 波技會否幫助 生活上有很大的忙 這個是無可避免的 但是 這個責任要交給政府 要交給了 因為牌價炒得這麼高 其實他可以避免 他繼續發牌已經搞定了 其實發不發牌也好 的士和Uber是不同年代的產物 不可以說誰取代誰 就好像雖然已經沒有汽車盜輪 市民都一樣在想感受昔日情懷 各位Wireman 如果想試坐 可能日後就要合同一班朋友包船 因為懷舊汽車盜輪遊 暫時只有五月試行幾班